好 带你来看到花莲天翔传出有猕猴供给人 80多岁老先生跟家人到花莲旅游 那么被猴群是抢食围攻 当场是惊吓倒地受伤了 那么警方获报赶到的时候呢 猴群还在现场 那么老先生的女儿是试图要驱赶这些猴子 那么猴子呢却一点都不会害怕 还做事要回呛 那么警方是提醒民众不要挥赶或是喝斥 以免猴群是以为人类在挑衅 会再次的发动攻击 泰鲁阁山区野生猕猴众多 猴群常有争夺地盘上沿全五行 位于天翔地区的猴群 近年来更是大胆到会抢夺民众手中的食物 时常吓得游客惊慌逃窜 警方指出 昨天天翔派出所就接获民众报案 抵达现场时 猴群仍然留在原地不走 老翁在闪避猴群时不慎跌倒摔伤 警方在现场实施警戒 防止猴群攻击民众 与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人员 一同为老翁做初步的救护 索性并无大碍 119救护 还是说如果他等一下不舒服的话 你们再找119 好不好 本手接获报案 与花莲县秀林乡天翔 七年魂中心连外道路 有一名86岁雷星老先生 遭猴群包围抢时受杀 想请警方协助救护 本手严谨接获报案后 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同仁到场后 赶紧将受伤的雷星老先生 扶置安全处所 以泰管处人员 及时将伤者进行 初步救护 索性并无大碍 泰管处表示 已推动与猴共好 事不原则 包括不接触 不挑衅 不喂食 食物不外露 避免人猴冲突 以及改变台湾猴生态的习性 希望游客能够一起遵守 请勿在喂食猴 才能够瓦解台湾猕猴的群聚领域 记者林杰 秀林香采访报导